第255章 石头斋 上 压缩出成品 还要看雕工师傅手艺的好坏 才值那个价的 这也是姐夫的手续旺呢 换作我来解 说不定就什么都没有呢 卓瑞笑着恭维了自家姐夫一句 把拖在手心上的翡翠递给老妈 让他们传看一下 四儿他们都不太了解杜石 看到五块石头里有两个解出了翡翠 以为是很平常的事情 也就没多问 不过要是换作宋军或者马胖子在这里 那打死庄瑞他都不会现场解释的 众人小心翼翼的在传看着那颗玻璃装帝王绿的翡翠 拿到手里的时候 都是一副含在嘴里怕化了 捧在手心怕摔了的表情 妈 回头我找个珠宝店 让他们代加工一下 做几个视频 你和老姐还有男男 每人都有份 姐夫 你别看着我 老爷们儿没有 赵国东解除了一块鸡品翡翠 这会儿正乐得何不拢嘴呢 猛的听到庄瑞的话 把他吓了一跳 还以为是自己耳朵听错了呢 马上向庄瑞看去 小瑞 这 这也推值钱了的吧 带着这玩意儿出去 那还不整天提心吊胆的呀 庄瑞文言也是吃了一惊 不过他话虽然这样说 但是紧紧地盯着翡翠的眼睛出卖了他 没有哪个女人见到如此美丽的翡翠 还会不动心的 庄母跟着摇了摇头 说道 小瑞 这翡翠给小米和男男做点物件就行了 妈老了 不带这些玩意儿了 那不行 你们每个人都有 妈 你就别管了 虽然在庄瑞的印象里 母亲从来不佩戴这些东西 但是并不代表母亲不喜欢呀 从刚才庄母看这块翡翠的眼神中 庄瑞就看出来了 一向对这些身外物都很淡然的老妈 也是动心了 那行 做个佛像的挂件吧 戴在衣服里不会那么招摇 庄母接下来的话 让庄瑞差点跌了个跟头 这刚才还说不要的 现在连做什么都考虑好了 看来 这翡翠对于女人的吸引力不是一般的的 而且是不分年龄 老少通傻 把翡翠揣进兜里 又将车库着一地的碎石收拾了一下 庄瑞就开车带着庄母和老姐去接南南了 而赵国栋和徒弟也返回了修理厂 这段时间 修理厂的生意不错 今天已经耽误了大半天了 接到南南后 庄瑞直接将车开到了 位于金山区附近车室最为集中的地方 咦 咱们这里也有4S店了 庄瑞从路边看到一家车室上面挂着4S的牌子 并且三面的外墙都是用落地玻璃修建的 装修得简洁明朗 很是气派 随把车停了过去 先生 你好 欢迎光临大众4S店 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刚进门 一位身穿旗袍的女士就迎了上来 听到她的话后 庄瑞吃了一惊 在南京看到的4S店 里面各种车型都有 整个一汽车砸货铺 没想到 这才几个月的时间 正规的4S店就已经开起来了 看来 汽车消费市场已经伙伴了起来 我们先随便看看 你有什么好的车型也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4S店搞得像是个休闲馆似的 三五辆样车中间就摆了一张玻璃茶几和几张椅子 茶几上放着一些饮料 今天来看车的人不少 并且和庄瑞他们一样 多是三四个人 几个小孩子更是在店里跑来跑去的 妈 您休息一下吧 我们去看就行了 庄瑞知道 老妈平时下午都要睡会儿午觉的 于是找了个没人的位置 让老妈坐了过去 一边马上有人端上来几杯茶水 这位先生 我们这里刚进有最新款的大众帕萨特 属于国内中档汽车里很不错的一款 非常适合家庭用车 像您这样的一家三口最是合适不过了 而且白色的这款也非常适合您太太驾驶 这位售车小姐刚才站在门口的时候 是看到庄瑞开了一辆大切诺基进来的 知道应该是他身边的女士要买车 只是她的话让庄瑞有些哭笑不得 这都哪儿跟哪儿呀 哭笑了一下 开口说道 这是我姐 这是我外甥女 不是一家三口 对了 在你们这里买车 相关手续都是代办的吧 那位售车小姐吐了吐舌头 看到庄瑞没有真的生气 才小心翼翼的回答道 先生请放心 在我们这里所购买的车 上牌照之类的事情 都由我们来代办 除了车管所必须的开销之外 不加收任何费用 庄瑞点了点头 看向庄敏说道 老姐 你看怎么样 这白色的帕萨特 很适合女人开的 而且也不张扬 庄敏拉开车门 坐了上去 感觉倒是挺满意的 只是出来看了一下 汽车的相关配置和价钱 马上摇起了头 26万多 比他的心理价位要高出很多了 小瑞 咱们去看看杰达吧 听说那车也不错 就帕萨特吧 杰达的空间太小 坐着不是很舒服 庄瑞看得出来 老姐对这车还是很满意的 庄瑞就敲定了下来 哦 妈妈也有车开了 小男男兴奋的从庄民打开的车门钻了进去 说什么都不愿意下来了 行了 拿购车合同来吧 老姐 你和他们签合同 我去交款 回头还有别的事呢 庄瑞漫不经心的态度 让那售车小姐暗自炸舌 联盟又招呼几个同事过来帮忙 这平时看车的人不少 但是第一次来就决定要买的人 确实不多 像庄瑞这样年少多金的 就更是稀少了 对了 我在外地买的车还没有上牌 你们这里可以带上吗 走到交款处 庄瑞出言问道 本来这事是交给刘川去办最为方便 只是那家伙现在在陕西 估计要一个多星期后才能回来 反正自己老捡的车也要上牌 庄瑞就想一起给办了 可以的 只要您有购车发票以及相关的手续 我们可以帮您代为办理 只收取很少一点代办费用就可以了 并且日后的保养 您也可以选择在我们这里做 得到满意的答复之后 庄瑞刷卡付了全款 至于保险什么的 都让老姐去办理了 他回到自己的车内 把购车手续拿了出来 交给着车行 让他们帮着挂牌 处理完这些事情之后 提车还要等上一个多小时 庄瑞交代老姐回头开车 要小心点之后 自己就先离开了 车车来到市中心路 庄瑞看到靠着路边的一个招牌 眼前顿时一辆 将车停了过去 店铺的门头上挂着石头斋的招牌 红地白字 书写采用隶书的风格 粗犷沉稳 扎实紧凑 给人带来浓浓的古典韵味 令人有探一探究竟的感觉 这是一家专门经营浴室的店铺 在蓬城开了也有好多年了 庄瑞以前来逛过 只是那时候囊中羞涩 对于那些动辄上千数万的精美饰品 只能是薄薄掩敷的 进入到店内 迎面就是一个高约一米的展台 在上面 摆放了一个完全由浴室雕桌而成的帆船 寓意着一帆风顺的意思 店里的客人并不是很多 庄瑞在几个柜台边看了一下 这里的翡翠饰品 大多都是中档的料子 以耳钉 界面 吊坠为主 还有几幅镯子 不过价钱可是不太便宜 大致浏览了一下 庄瑞这才明白 那些珠宝商敢于死命的在翡翠原料上加价 也是有地方式的 先生 您好 请问您是想购买什么样的玉石 我可以帮你介绍一下 我们石头斋的产品 是以神秘 美梦 欢喜为设计主线 可以让您有一个灵性浪漫 反普归真 回归自然的真实体验 吴家注意这个客人半天了 看他进门之后的表现 有点不怎么像是顾客 因为他在观察这些玉石的时候 眼睛里透露出的更多是品贫和不屑的神色 庄瑞文言回过神来 看到一个长着圆脸 笑容很甜 穿着垫服的女孩正看着自己 有些不好意思的说道 哦 我不是来买玉石的 不过 请问你们这里有没有代客加工呢 我自己有原料 想加工几件饰品 在早些年的时候 马路边经常有人摆个摊子 收购并代工经营首饰 只是近些年见不到了 庄瑞来到这里也是碰碰运气 像这样开了十多年的老店 一般都会有自己的卓裕师傅的 代客加工 吴家愣了一下 他从大学毕业之后 就接手了这家店的管理工作 到现在也有三四年了 倒是第一次听到 有人提出这样的要求 对不起 我们这里只出售成品 并不光客人加工的 吴家说的是实话 虽然他爷爷有时候 也帮别人丢着一些物件 但那些人 或者是朋友 或者是老主顾 他不知道 自己是否应该接下这业务 下意识地就拒绝了 这样呀 那对不起 打扰了 庄瑞有些失望 专身就得离开 哎 你等等 请问你要加工什么样的饰品 能看看您的材料吗 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客人 吴家的心底难免有些好奇 十六章 石头斋 下 有什么区别吗 庄瑞停下脚步 转头略带疑惑地看向女孩 既然都已经说了不带客加工 那还要看自己的原料干什么 啊 是这样的 要是您的材料好的话 我会帮你问一下我爷爷 这店里的高档浴石饰品 大部分都是我爷爷亲手雕琢的 吴家被庄瑞问得有些不好意思了 在心里暗自责怪自己多事 只能把自己爷爷搬出来说事了 不过 吴家已经打定了主意 不管庄瑞的材料好坏 他都会说材质一般 因为爷爷近些年来 年龄大了 尤其是这两年 手抖的厉害 除了打磨些镯子之外 已经很少去雕琢别的比较精细的物件了 哦 这家店是你家开的呀 庄瑞文言转过身去 这石头斋在彭城很有名气 却没想到 居然是这女孩家里开的 记得在庄瑞上初中的时候 有一个家里非常有钱的同学 曾经就在班里炫耀过 说是自己老爸 在石头斋请了个观音 送到庙里请师父去开光了 可见石头斋在彭城的名气之响亮 庄瑞那会儿 只能和刘川没事的时候 兜里揣着几块钱进来逛逛 至于这里的东西 他们是买不起的 当年的这层记忆 也是庄瑞选择来石头斋询问的主要原因 这字号是我爷爷创下来的 我只是在这里打工而已 吴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回答这个男人的问题 可能是庄瑞给人的感觉很亲切吧 像是在和朋友聊天一般 就顺口说出来了 哦 你们这店开了很多年了 小时候我来玩过 只是买不起这里面的东西 庄瑞想起当年和刘川两个小码头在店里乱逛的情形 不由有些感慨 喂 你不是要加工的吗 把玉石材料拿出来吧 我先看看 吴家被庄瑞的话说的有些莫名其妙 我和你又不是很熟 跟我说这些干嘛 所以语气有些不善了 称呼庄瑞时的您字也变成了你字 庄瑞倒是没有注意到女孩语气中的变化 他刚才很仔细的看了几款挂件的雕工 雕琢得很精细 将人物或者动物的面部表情雕刻得栩栩如生 比之自己脖子上戴的那个秦宣兵送给他的挂件 雕工还要好一些 庄瑞通过观察这些物件 对女孩爷爷的手艺已经有了几分了解 于是 伸手把那块鸡蛋大小的帝王绿翡翠料子从口袋里掏了出来 小心翼翼的递给了吴家 吴家看到庄瑞的小心的模样 嘴里很小声的嘀咕道 什么材料呀 还这么神神秘秘的 接到手里之后 先是感觉到右手猛的向下一坠 定睛看去 吴家脑中的第一个想法就是 这东西是个带颜色的有机玻璃 不要奇怪女孩会产生这样的想法 因为现在很多的不良商人就是拿着一些有颜色的有机玻璃 还有树脂等合成物来仿造翡翠饰品 并且这些人都已经形成了产销一条链 甚至还有人上门给吴家现场推销过呢 不过吴家随之就打消了自己的这个想法 因为入手之后 他就感觉到 手中的这块翡翠料子 边缘处的丝物状结晶 有些刺手 而且也不像是用胶水粘贴上去的 说明这并不是一个仿造的翡翠 本来还有些漫不经心的吴家 这下紧张了起来 刚才他是把翡翠拖在手心里看的 现在连忙从柜台里拿了个空的手势盒 将翡翠摆在手势盒的凹洞里 放到柜台上面 将供客人挑选翡翠所需要的强光灯打开 拿出了一个放大镜 对着翡翠仔细地观察了起来 越看吴家越是心惊 他从小就跟在爷爷后面 看爷爷雕琢玉石 不管是硬玉翡翠类 还是软玉杨之玉等材料 他几乎上手就可以分辨出真假 而且各种基品的玉石 也是见识过很多 只是眼前的这块翡翠 却让他在震惊之余 深深地沉迷了进去 几乎透明的玉脂 深邃如海般的绿椅 像是情人的眼睛一样 使人陶醉 吴家自尾鉴别过不少的极品玉石 但是相比眼前的这颗翡翠 那些都是垃圾货色了 两者之间一为帝王 一为草民 根本没有丝毫的可比性 这 这是玻璃种的帝王绿翡翠 吴家已经忘记了自己的初衷了 话说他就算想起来了 也不敢说这块翡翠的材质一般 玻璃种帝王绿的料子还是一般的话 那他这店里的货色就都该扔到大街上去了 这翡翠的材质还行吧 庄瑞出言问道 他看得出女孩前后态度的变化 有意开了个玩笑 行 不是行 是非常 很好 先生 您等等 我这就给爷爷打电话去 哦 对不起 这块翡翠太珍贵了 还是您自己保管一下吧 吴家没有领会庄瑞的幽默 而是有些慌乱了 说话也变得语无伦次了 别说他从来没有见过 就算是他爷爷 也只是在年轻的时候 见过一块玻璃种帝王绿的翡翠料子 但那会儿他自律上线 那块料子没有交给他雕琢 吴家知道 自己的爷爷一直都引以为悍 所以他才如此着急的想要通知爷爷 不过在往店里的电话处跑了几步之后 才发现那颗翡翠被自己抓在了手里 所以有些不好意思的又递还给了庄瑞 其实庄瑞对于翡翠的认知 还是有些浅薄的 他虽然能估量出这块帝王绿料子的价格 但是他并不知道 这块翡翠在玉石圈子里的地位 所谓的玻璃种帝王绿 那是代表着独一无二 名字中透露出的 是一种唯我独尊 舍我其谁的霸气 并不是所有带绿的翡翠 都能称之为帝王绿的 像那些绿色和这块差不多的翡翠 因为种水够不上玻璃种 人们一般都将之叫做阳绿 高绿或者满绿 只有玻璃种满绿并且没有瑕疵的翡翠 才能称之为帝王绿 这代表了尊贵 是所有翡翠中王者的意思 别说是常人 就是许多的珠宝商 一生都难得见到纯粹的帝王绿翡翠 用这种材质雕桌出来的物件 数年甚至十数年都难得一见 已经流入市场之后 也是马上就会被人买下 珍藏了起来 先生 您请坐 请喝水 请问您贵姓啊 怎么称呼 我姓庄 叫我庄睿好了 庄睿看到女孩放下电话之后 兴冲冲的跑了回来 在冷气充足的店里 鼻尖居然冒出了汗 显然是兴奋所致 只是被他这一通请字 说得庄睿有些头晕 嗯 先生您稍等 我爷爷一会儿就能过来 作为这家玉石店的实际经营者 吴家这会儿已经在心里暗自思量了 是否能从庄睿那里买下了一点料子 不用多 有那么小指甲大小 打磨出一个界面来 就能当作这店里的镇店之宝了 叫我庄睿好了 叫先生不习惯 庄睿纠正了一下 吴家的韩法 倒不是他和这女孩套近乎 只是一口一个先生的 他听得的确很不舒服 由于要考研究生 最近古文看得多了 那里面 先生可是老师的意思 庄睿可是没有为人师的念头 那好 我叫吴家 咱们现在算是认识一下吧 吴家边说话 边向庄睿伸出了手 他正想着 怎么样和庄睿套近乎呢 这玻璃中帝王绿的翡翠 可是难得一见 要是能买下来那么一点 肯定会让石头斋的名声大噪的 庄睿和吴家握了下手 四周打量了一下 初言问道 吴家 我记得以前来你们这儿 有一个中年人在呀 是不是长辈把接力棒交给你了 倒不是庄睿八卦 主要是向珠宝和古丸行当 是最容易被人找查算后账的 有些人买了物件回去 惊人一长眼 感觉亏了 就会找上门来退货 一般这样的店铺里 都会有个老称吃重的人坐堂 这吴家看起来 却不像是能镇得住场面的人 吴家听到庄睿的话后 愣了一下神 脸上露出了哀伤的神情 过了一会儿才轻声说道 我爸爸妈妈去年出去旅游的时候 遇到了车祸 这店是爷爷一辈子的心血 不能看着他倒下去 我才来这里的 吴家虽然从小就对玉石耳濡目染 但是早前并没有继承家业的想法 只是父母在车祸去世之后 爷爷备受打击 根本无暇来管理店铺 所以他才辞去了原来的工作 回到了石头斋 而吴家的爷爷 也是经受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楚之后 加上年龄也大了 身体一下子就垮了下来 现在店里的很多物件 都是爷爷带的徒弟雕着的 老爷子现在已经很少到店里来了 庄睿看着面前眼中含泪的吴家 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没想到随口的疑问 居然提到了别人的伤心事 至亲辞世这种事情 用语言来安慰的话 未免太过苍白了 所以庄睿颇是有些手足无措 小家 你说那帝王类的斐翠在哪呢 给爷爷看看 就在庄睿有些尴尬的时候 一个苍老的声音从门口出传了出来 转脸看去 因为满头白发 每日间有些犹豫的老人 住了个拐杖走进店里 爷爷 你慢点 翡翠在这里呢 见到爷爷进来 吴家连忙擦了下眼睛 迎上去扶住了老爷子 他可不敢在爷爷面前露出对父母的思念 因为呢又会让老爷子伤心好几天的 在柜台前的一张椅子上坐下去之后 老人接着付老花镜 这才接过吴家递过去的翡翠 对着已经打开了的强光灯 仔细地查看起来 就在老人拿起翡翠的时候 那种专注的神情 使其好像猛然之间 年轻了几十岁一般 只是庄瑞离得近 看到老爷子拿着翡翠的右手 微微地有些颤抖 色如山间翠竹 亮如剑中小夕 没有一丝的瑕疵 好玉 好玉 难得一见的好玉呀 蹲离了半天之后 老人恋恋不舍地放下了手中的翡翠 连说了三个好字 他玩了一辈子的玉石 这也不过是第二次 见到玻璃种的帝王绿翡翠 心中不免有些激荡 小伙子 这翡翠是你的吧 运气真的不错 像我老头子 一辈子可能都没有拥有过 这么一丁点的帝王绿翡翠呀 老人放下翡翠之后 打量了庄瑞一番 他的眼力和经验 可是比孙女要强出许多了 刚才在观察这颗翡翠的时候 用手在上面摸擦了几下 从打磨面和触手后的感觉 老人就知道 这块翡翠 是刚被从石头中解出来不久的 只是看庄瑞的衣着打扮 却并不像是有钱人 所以老人直言庄瑞的运气不错 要说庄瑞这个人 购车买房投资 一吃千金就很大方 但是从小养成的习惯 使他对那些所谓的名牌服饰 和专门为成功人士打造的衣服 并不是很感冒 在中海的时候 秦宣斌曾经给他买过几件 很有档色的衣服 只是庄瑞穿在身上 感觉别扭 所以现在穿的 不过是一般店铺里 几十块钱一件的衣服 那双鞋子 更是从陕西穿回来的运动鞋 上面满是灰尘 庄瑞笑了笑 没有否认老人的话 开口说道 是运气不错 老人家 你看这块翡翠 能雕桌出几个挂件呀 挂件 小伙子 你要制成挂件 这可有点抱田天物啊 老人文言脸色一变 玻璃中帝王绿的翡翠 手推制作镯子 然后就是界面 就算是耳钉之类的小物件 其价值也要比挂件高上那么一点 并不是说帝王绿的翡翠 做挂件不好 主要是因为 挂件是佩戴在衣服里面的 用作于平安服比较多 价值比那些显露在外的视频 相对要低上一些的 老人家 就做挂件 这东西我没打算卖 是做给家里人佩戴的 庄瑞的语气很坚定 虽然这东西的价值不菲 不过庄瑞现在并不缺钱 而且这样可遇而不可求的物件 卖掉有点可惜了 小伙子 进到里面来说吧 嗨 要是早上两年 这东西我就帮你雕琢了 只是现在 老人听到庄瑞坚持要做挂件之后 脸上有些落寞 站起身来 招呼庄瑞去店里面的隔间说话 对 会地方